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军 家军刚刚要准备休息 突然接到我们民主中华传媒 台湾记者站发布的最新消息 就是中共威胁要接管郭台铭的资产 消息内容如下 富士康、郑州厂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 大幅度裁员5万人 那么富士康考虑到印度有13亿人口 而当下印度苹果手机的年销量 目前还不到2000万只 在印度的市场潜力十分可观 因此富士康决定辞职500亿到印度去设厂 但是相关的设备都是向大陆银行贷款所购得 那么还有呢 富士康前往越南设厂 从中国大陆运出的一批机器和设备 被中共查扣 中共大陆说 怀疑该批设备也是向大陆银行融资所购买的 就以上三件事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开强 已经一再透过管道 要求郭台银本人出面说明 如果郭台银无法提出 依照两亿元人民币的常债还款计划 这个总数是依照两亿元人民币 如果郭台银无法提出 依照两亿元人民币的常债还款计划 那么富士康的资产就会被接管 还有 由于涉及到中美贸易战 以及大陆培植本土的红色供应链 那么富士康的增程面板厂 他的订单全面被取消 已经取消了 庞大的资金压力迫使郭台银急欲脱手 目前呢 郭台银已经向沙烏地阿拉伯 就是我们大陆所讲的沙特阿拉伯 黄师求援 开价93亿美元 希望脱手 但是未能如愿 面对一手打造的富士康企业王国 很可能一夜之间被中共收归国有 郭台银表示愤恨南平 因此呢 这几个月以来 人民就不难理解 郭台银甚至冒着不惜撕裂蓝营 撕裂国民党的这么一个代价 要准备参选总统 他想通过参选总统 给中共最后一搏 那么大家知道 因为中共一向对各国的这个总统 是心怀畏惧之情 那么郭台银呢 本来就想通过竞选2020 中华民国总统的方式 他想呢 一招大权在握 可以呢给中共有更大的谈判筹码 但是呢 并不如愿 他的名望 一跌再跌 甚至说 他不惜以投靠宋楚瑜 为这个蔡英文来担任撕裔 来助攻2020总统大选 因此呢 这个人民就此就十分清楚 那么郭台银最近一段时间 他的所作所为 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我们十分清楚 中共对所有的民营企业家 民营资本 那怎么样 一向是毫不客气的 你别说是郭台银 那么就是像李嘉诚 就是像马云 就是像马化腾 那更不用说 中共开国建政以后 没有多久的 所谓的搞的各种各样的公私合营 大家看一看 中共一向是以此夺 剥夺 庆夺 民营资本 为吉日 这就是习近平曾经宣示的 马克思在那个共产党宣言里面 所讲的那句话 怎么样 共产主义的本质 就是要消除私有制 所谓消除私有制 就怎么样 就是把别人的资产 拿过来 据为己有 你如果 不交钱 不老老实实把资产交出来 就要你的命 在跟很多 民营企业家谈判的时候 就是老老实实交钱 否则要你的命 不过呢 中共在很多的时候 是既要你的钱 又要你的命 想必大家还记得 中共网络上曾经流传出 不要让富士康跑了 不要让郭台铭跑了 不要让李嘉诚跑了 这些人在中共的手中 怎么样 中共认为都是跑不了的 也不想让人家跑 那么好 虽然是深夜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民主中华传媒 台湾记者站立刻传来的这个消息 值得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 给大家报道 我接到这个消息之后 大概有一分钟 就给大家制作这个节目了 好 欢迎 各位网友提供 更新的 更快的一些信息 感谢您的关心和支持 欢迎您经常 到家军的自媒体 到我们的民主中华传媒 来做做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会友 感谢您的观看 感恩您的传播 各位好友 再见 再见